上一集,牙科医生曾兆熙分享了 蒙智慧齒的几种方法 虽然牙科技术日新月异 事实上,不少人对于蒙不蒙牙 做不做手术都是15、16,举期不定 继于听完今集 医生会和大家分享蒙智慧齒的利与弊 在座考虑吧 蒙智慧齒最主要的考虑是 究竟有什么得着和风险 例如左生性的牙齒是无法成只拔出来的 要做少许口腔手术 有些人会肿,可能几个月又肿一次 可能几年又肿一次 不断有历史重复 你发现不会痊愈 最主要是牙齒根本没有改善过 无论你自己如何清洁 你可能会改善发炎的情况 但如果是蛀牙慢慢出现 隔了一段时间才能出现 可能是看破开牙肉的孔有多阔 可以藏到多少食物 来来去只有三种可能性 一发炎甚至感染 二就是注牙本身智慧齒注了一个大孔 直到有一天突然痛 你也是做手术 三会有什么事呢 就是智慧齒因为长期塞住在位置 会引起前面那只牙可能容易有牙周病 很多时候前面那只突然松了痛了出来 就因为智慧齒失去 不要解决 好处就是解决了一只智慧齒之后 你以后就不会有发炎痛 蛀牙风险 好 不好处就是刚才说 害怕要做一次手术 做手术好像普通你戒指一样 用一些字张 都是会痛、流血和轻微的肿脏 智慧齒因为創新性比较大 为什么说創新性比较大 因为拔智慧齒是什么方法 即牙直的就是普通拔牙 没有分别的 即牙打斜或者左伸 简单来说 或者打横、九十度 这些左伸性的智慧齒 我们拔必须要把牙分开来出 没有办法可以成一只拔出来 所以就要把头和脚分开 头和脚分开的过程之中 用什么方法 究竟是找锤仔 这个比较传统一点 但也有些医生因为训练的问题 比较上熟练 互做这个动作 也有些做得好 跟普通用转的方法 没有什么分别 将牙分家 逐件斩检出 希望可以保护到神经线 而对病人的创伤减少 至于上面 很多时候牙则要做到 切除出来比较复杂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 不过这个要每个人都不同 最好就找个专科医生去带来看 所谓高危就是说 停估了你是属于一个高危险的情况 即是说你本身的脚和神经线 是可能已经太近 甚至乎脚和神经线在脚中间 你可以想象在这里是很难 甚至无法拿出来 这些是一些特别 可能高风险的左生性的自慰齿 亦有很多自慰齿包住 你的口是没有破坠的 甚至乎牙肉都没事 这类型的自慰齿 我相信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有 睡在这里一生都没有 我不知道我又没有 去到一路都没事 但是这种自慰齿 可不可以不理它呢 亦都不可以一生当它什么都没有 你要定期评估 因为有时候 最怕一些不生出的自慰齿 有些病变出现 因为每一只牙 破穿口之前 它好像有浸肉包住它 那牙罐和那个狼 我们叫做Follicle 那个牙狼 它本身有机会里面是积水 所谓的水浪性的病变 那么可以将自慰齿 无端端不移动的位置 推到另一个位置 你可以想象到当你有左生性的自慰齿 去有个水浪 好像气球在头上吹大了 脚整个牙都会移动了 那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你的骨骼附近的组织被破坏 所以到时候这种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不是你的口腔牙壳 低的捉绷 是很大的伤害 医生补充 如果看近片的大家 不是十八二二 已经是三十几四十岁人 但智慧齿一直相安无事 但可以三至五年才检查一次 如果只牙没怎么走位 稳定性就相对比较高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一定要拔牙了 蒙智慧齿有一定的风险 譬如说伤到神经线的风险 神经线的风险 其实也是一个很阔的数字 一般你当一千人一个 还是要选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才是 很多时候蒙智慧齿 其实现在有一些新的选择方法 亦都在香港现在开始 很多医生都采用 所以究竟神经线伤的风险有多高 一般真的不太高 流血是否不止 因为一个创伤性的伤口 一般咬棉花 咬久一点 一般都治到血 除非你本身是吃着薄血丸 有没有告诉医生 我们之前有没有做了一个相应措施 之后流血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人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只是未试过自己流一次这么久的血 有些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